早起晨运,高雄出现了这位慢跑姐 但是她跑的地方竟然是马路 不但在车道跑还折返跑 跟车流逆向,把马路当成了练习场 但当地大车子很多 与车争到的行为实在危险 全身运动服启动慢跑模式 小绕一圈暖身开始往前 眼前慢跑姐跑出自己节奏 也不管车子从旁呼啸而过 驾驶开驾驶的慢跑姐 可淡定没停下早步 拐个弯还逆上往车流跑 整个马路都是练习场 民众看得先驾驾 看就是不是正常的运动场所 这边车流量真的很大 大路是大车也蛮危险的 等于说你是跑在车子在跑的 那个风格岛 慢跑姐跑的地点就在人武城关路 与凤人路口 知己知己当地车流量大 不时又有大车经过 跑在路上还会遇到转弯车会入 与车争到有够危险 寻人于交往平缓的大路 附近任意奔跑 那足以阻碍交通 可处新台币500元 慢跑友谊身心健康 但不是爱怎么跑就怎么跑 把马路当跑道 选错地方可能阻碍交通 挨罚事小万一碰撞 身体受伤真的划不来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